凡席凤奖家先发球员SATIFY 背号六号后卫杨敬敏 准备翔军播出来 人过球流杨敬敏超级成功 许金泽教练也说 因为将近一个月没有打比赛 所以他今天在第一节跳冰潜降方面 也许会发更多的 让更多的球员上来做场 一开始双方丁人为主 杨敬敏 这个地板球送得漂亮得位 来一个N1 是往下滑 非常成功的一次这个 pick and roll的打法 德威跟阿敏都有 在首节传出精彩的助攻 问题喔 就是在前一轮的这个季后赛 五场比赛 梦想家 可以球放偏了 德威 这回是在三分线后面的出手 接应了 点心两进 远射 跟阿敏 差距目前来到了7分 对 刚提到的人马上回到场上就做出了贡献 这个组合看看Hicks 哇 进去里面交球发生的失误 诶 杨敬敏抓到了张宗憲的运球 上篮得分 哇 接着阿敏 得威 哇 这个球被字节拍掉 不过阿敏从后面拿回来 跑头得分 哇 把节奏给放慢 双方43平 李格威的虎顶三分又来了 因为他在攻击端的火力 还是非常旺盛的 但是现在都已经贴出来了 不贴不行 哇 三分线外 今年球机的最后三次面对梦想家 都有至少20时的表现 阿敏 这两分拿得很轻巧 太高了 高了 高了 两阀都进 可以三分外线投正 没 若时平李德威三分线外 投偏了 如果要靠德威的三分来拿胜利的话 这就会比较不利了 没错 那如果是降调度 或者是身体有状况的话 那梦想家可能被迫要做一些羊将阵容上面的改变 是 其实在这个半场阵地战来说 感觉他们今天的手感上面 不是那么的稳定 差点走路 再送给钱肯妮 底线绕一圈 杨静敏在另外一边 底线已经接到球 出锤三分面中 哇哦 这个瞬间的双腿弹力 最靠近他的球员 其实必须要做一个适当的一个 先上去贴住他 嗯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 这样的一个投跑 其实 两个人真的是中华队 算是黄金赛最重要的球员 对 哇哦 今天已经两次了 阿明的catch and shoot 都是 好球就回来也只剩六秒钟了 哇 三秒钟拆炸弹的是杨静敏 他可能没注意时间了 小克拉时间已经到点 三分球 猜断说 算 许晋泽教练直接走到记录台说 这个球 这个的确 算是相当的明显 差蛮多的 对 差蛮多 我篮板上的大表已经归零了 嗯 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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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